Hello 大家好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赤立国 这个岛上有个香港国际机场 但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这个岛附近的周边海域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请未订阅我的朋友 现在就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离开团赤隧道 到达赤立国啦 来到赤立国 我们首先就要了解一下机场限制区 限制区是分了8个不同的区域 1-4区是任何船隻都不可以进入 如果你的船的整空高度是介乎15-30米 那你就最多只可以进入5-6-7-8区 如果你的船的整空高度是大过30米 那你1-8区都是不可以进入的 现在深水清的朋友可以发现 在赤立国附近只有1-2-3-5-7区 是找不到第4-6和第8区 其实第4区和第6区是在小磨都那里的 而第8区就是在龙古州那边 那这里搞什么呢 在赤立国第3限制区北面的海域被一堆浮标围住了 在它的东边就有两只东方位浮标 叫船在它的东面经过 而在它的西边就有两只西方位浮标 叫船在它的西边经过 而上面就有一排的特殊浮标 转回地图我就看到它用蓝色的虚线围住了这个区域 原来它是在做填海工程 现在我们就去第一站 就是赤立国和人工岛中间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对左右缘柱形浮标 指示了船只正确的航道 我们可以看到海天客运码头 而它的北方就是机场消防队海上救援冬局的位置 难怪有一只救援船拍在这里 再看远一点 我们就看到有两个黄色浮标 很明显这两个黄色浮标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有一个是有一个交叉在顶上的 那就是特殊浮标 代表了机场第三限制区的界线 而另一个没有交叉的 其实是天文台的浮标气象站 现在我们就去到赤立国西边的机场维修区 在我们的南边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桥 北边就是机场消防队海上救援西局的防波堤 大家还可以看到消防处救援船 拍在防波堤里面代名 在防波堤的北边就是一排航空跑道指示灯 而在它附近就有 PH1至9的橙色灌形浮标屏障 阻止船只靠近 而限制区的两个角的位置 就用了两支特殊柱形浮标来显示 现在我们就去下一个景点 那里是映日落在飞机的打卡盛地 亦是第一限制区的位置 在这条航空跑道指示灯对出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黄色的浮标 这些浮标的顶部是没有一个交叉的形状 所以它不是特殊浮标来的 而它的真正身份就是天文台的浮标气象站 这些气象站是用来收集风、气压、气温和湿度的气象数据 每10秒透过无线电传一些资料去天文台的 大家看看这里有一只黄色的拖船 拖着后面那只危险品等船 这只拖船是挂了一个零形日间号标 代表拖船长度超过50公尺 拖长超过200公尺 大家如果想重温日间号标的意思 可以点右上角的标签 而它后面那只等船就挂了一张红色的DG旗 代表船上有危险品的意思 咦?为什么地上有个碎了的指示石牌? 大家猜猜它碎之前是写了什么? 我猜应该是用来标示危险高压电线 Danger Electric Cables 而HV 应该是代表High Voltage 至于AA会不会是代表Air Port Authority 即是机场管理局的意思呢?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记住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话都没那么快 我们就到了离开第一限制区的位置 我们又见到另外一只拖船 咦?又是那个零形日间号标啊? 再向前行就是308号北方位纳标 很明显它是指示着船隻在它的北面经过啦 之前我们去大澳那条片都有经过这里的 过了纳标之后就是沙罗湾 而它最出的大桥限高就是10米 之后我们就会见到L13灯标 而这个标前面那段的限高就变了12米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见到有三盏指示灯 分别是北面的连续快闪绿光 南边的连续快闪红光 和中间的每4秒一周期等明暗白光 大家留意下中间白色那盏闪灯 真是每4秒一周期的 在这里看直阳都蛮浪漫啊 来到这条桥的近岸位置 桥高限制只有5米 桥底这么矮 真是下雨都不怕撇雨啦 再向前行就有两个特殊纳标 虽然有一个就被人撞倒了 但是它也是纳标来的 我猜它是用来标示给船隻知 就来到第7限制区 所以整空高度大过30米的船隻 就不要进去了 这里就是东涌湾 它上面就是整空12米的昂平纜车 看完纜车之后 我们就到达东涌桥 过了这条桥 我们就正式离开机场的范围 在这条桥 看下去我们会看到 有一排灯在闪下闪下 那里就是入东涌湾的入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障的尽头 是有连续快闪红光的指示灯 和连续快闪绿光的指示灯 这个连续快闪是每一秒闪一次 即是每一分钟60闪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和点击旁边的小铃 多谢大家支持 下次短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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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